今天给大家简历一下网红卖的便宜牛肝都是怎么做的 用的纯纯的老冷冻鸡肉 切成拇指大小厚度 开始调味 首先我们放食用盐 要尝点味精 这行啊 这头发吃光光了 烧烤牛肉精油 一小滴千万别增多了 增多劲儿老大了 来上你小滴 鸡肉变牛肉 喂 妈小伙儿 咋又上来了 再来点纯纯的老焦糖骰素啊 这就是鸡肉变成牛肉伞的奥秘哥们 来一小滴就行 喂 妈呀 去老黑呀 少加一点水给这些料化海 喂 妈 这水烧得了啊 哥们 把切好的鸡肉搞里头 刮爆周园 一根把玩啊 这个鸡肉放在树上袋里啊 腌制半小时以上 让这颜色味道充分伸透鸡肉里面 然后就变成牛肉了 油炸脱水之前 我们在油里面先放葱姜 再放点牛油 增加合成牛肝的味道 喂 妈 一看就老油子了 这些材料砸干之后捞出来 再下入腌好的鸡肉 喂 妈 刷刷一刷刷 炸到八分干就可以捞出来了啊 压秤啊 哥们 哎呀 焦糖色放的有点少啊 飞哥对自己还是不够狠啊 腌肉和油炸的时间越长 里面的颜色就会越深 当然市面上卖的假牛肉干呢 上面还要撒一些调味料 做到以假乱枕让你看不出来的效果 嘿嘿嘿 飞哥可没干过这活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麻辣口味的牛肉干 这边撒点咖喱粉就是沙爹味的牛肉干 咖喱味沙爹牛肉干 你们这帮网红伴上良心呢 给大家掰一个啊 看看哎呦 这老干头了啊 嘿嘿 看 看拉丝不 哎呀 这事 哎呀 这事 哎呀 这拉丝啊 哥们 不过就是焦糖色放的少的里面颜色太浅了 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 厂家会用到那个真空烟肉料集啊 真空一抽气这肉就膨胀了 完了这焦糖色这一下就钻进去了